最近呢我們捕獲了很多V-Nive跟Servivia的折刀 那不少新刀還蠻讓我打開眼界的 尤其是按鈕鎖 那我那個滑順路真的是順到不要不要的 其中有一個呢就是這一個 V-Nive最近出的驚喜盒 對我來說算是第一次看到有刀場說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對我來說蠻好奇的 然後真的有一點小心份就是 他除了買這一支V-Nive的 算是經典嗎不是吧 算是他一個非常前衛造型的折刀 因為等一下打開就是要給大家看看 那細節我待會再說 那他附的另外一個是30到80塊美金不等的Servivia折刀 那這個就還蠻有趣的 因為你不知道裡面他會包的是什麼 好那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吧 那我們就先來拆開包裝看看裡面長什麼樣 我們來下開V-Nive好了 嘿嘿 那這把刀呢我看了一下 然後我先跟大家講一些 你該注意這把刀的小細節 那我們先從收刀開始 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他的對稱度是非常完整的 一直到屁股都是 從頭到尾都是非常對稱的 他鏤空的地方還蠻多的 那會不會影響他的強度 我剛剛看了一下卡榜的厚度 確定是不會的 因為這個實在是蠻厚的 他其實接到太柄的這個位置是螺絲對手 所以他們下面有一半是太柄 一半是卡榜 強度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好當然 鈦加卡榜這個組合 又鏤空這麼多 他輕不輕 他真的輕到爆炸了 好我們現在來開刀 好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Flip不見了 原本的Flip在這個位置 他開刀了以後會藏到裡面去 所以不會影響您的握桿 那接下來 我把這個移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他這個 鏤空的地方 他是有在規劃 他不是隨便挖洞而已 刀刃的這邊 從這邊開始挖洞以後會接握柄的這個洞 再過來收線 他鏤空的這一邊 其實他做的 處理非常好 不會刮手 然後也沒有什麼毛邊 好鎖定的位置 收刀的至終 然後我剛剛還有發現一個小小的地方就是 他收刀的時候 整個這個邊緣 一直到前面的刀尖 都是收的非常完整 我手是碰不到刀尖的 我換個角度給大家看 這邊有沒有 是碰不到刀尖的 他感覺好像會碰到 可是完全碰不到 這一把刀子其實細節蠻多的 然後其實我看的最久是他的線條 我不知道 這麼多線條跟這麼多鏤空的刀子 要怎麼做好看 那事實上他們做到了 真的很佩服他們 好 接下來來看 Servivi 好 裡面會是什麼呢 Servivi雖然都是出 相對比較CP值高的 但 他也有不少好東西 哎呀原來是Elementor 所以Elementor他定價要2000多的 哇他其實送的蠻好的 哇 真是賺了 這一隻其實蠻賺的 這隻好像聽說是我們同事要的 哇真的給他賺到了 OK 總之這兩隻 我覺得光這一隻在1萬塊以內的刀子來說 他真的工已經做到不能再一敗了 他意外的很便宜 因為我以為他只是鏤空跟材料用的好 也沒有 他的小細節其實很多的 光這一個 還有Flip開刀起來 他可以把它藏起來 這個就已經 讓人很舒爽了 光開收到這個就已經讓人很舒爽了 這一把刀在1萬塊以內已經很value了 他竟然還送了一隻Servivi 那不管他送了哪一隻Servivi 這一隻一定就是隨身用 這一隻裝筆用 我們的活動呢 會在周三開始 對這把刀有興趣 或者這組合有興趣的 可以follow我們的臉書IG 以及我們的官方網站 甚至呢 對這把刀的細節有問題的 我們有LINE群組可以加我們的LINE 好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及分享出去 然後可以讓我們有更多動力 拍更多的相關刀子的影片 謝謝大家